大家好 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在新加坡举行的2022年WTT大满贯 男子单打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 之前登场的中国选手 只有通过资格赛进入正赛的相鹏表现不佳 被丹麦选手格罗斯淘汰出局 而人气极高的大芒许新 随后登场在首轮比赛遭遇到了东道主选手周哲宇 两名选手在个人实力上 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线 这一点也能够从二人的世界排名看出来 许新世界排名高居第九位 而周哲宇则排在了第160名 果不其然在比赛开打之后 大芒就完全展现出了自己的个人能力 只用了17分钟就以3比0的大比分横扫淘汰了周哲宇 轻轻松松闯入到了本届比赛的男单32强当中 第一局周哲宇率先发球 两人上来就是多拍相持 周哲宇直接出界 许新拿到第一分 进入到多拍之后 许新的正手依旧是保持着出色的战斗力 比分来到3比1 随后 许新又是抓住机会 直接侧拉抢攻 比分来到6比2 面对许新的攻势 周哲宇几乎无法做出太多的回应 都是在进行被动防守 许新很快便以10比2拿到局点 最终随着周哲宇的回球下往 许新成功以11比3拿到第一局的胜利 大比分来到1比0 这局许新完全将自己正手的威力发挥出来 不管是抢拉还是多拍相持 都打得周哲宇没有任何的办法 第二局 许新率先发球 周哲宇也是直接抢攻 只可惜最终出界 许新拿到第一分 随后许新又是正手的直接发力 比分来到2比0 这局周哲宇有点过于想要打开局面 但太过急躁的结果 就是他不断出现失误 比分来到5比0 比赛进入到后段 许新的正手愈发的潇洒血液 最终他11比1 再次轻松拿到第二局的胜利 面对许新这样的进攻 周哲宇完全没有任何办法 一旦让许新的正手发动起来 周哲宇只能是看着自己丢掉这一分 第三局 周哲宇率先发球 这局他还是成功把握住机会 拿到4比1的领先 这次周哲宇在自己的反手位 加了质量 整体的攻防能力得到提升 随后 许新连续拿到2分 将比分追到3比5 周哲宇场边暂停 比赛继续 周哲宇发球 许新再一次加强自己的正手质量 比分来到7比6 局面再一次被许新掌控住 最终随着周哲宇 回球没有能够上网 许新成功以3比0 非常干脆利落拿到胜利 进入到下一轮 面对许新的无解正手 周哲宇全程都是被动去防守 而且也压根防不住许新 值得一提的是 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许新也坦言在训练和生活的双重影响之下 会让自己在比赛的当中 出现力不从心的情况 这也是球迷希望在世界大赛前几轮的比赛当中 许新能够更早进入状态 早早结束比赛 让许新能够有更加充沛的体能和精力 迎接接下来的苦战 期待大蟒能够在本届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